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我有帮诺鲁近日举办太平洋岛国论坛,PIF,4日因中国代表无视会议规定企图发言,遭主办国诺鲁总统阿卡,Baron Eka,阻止,痛批中国代表很无礼,想以大国之资霸凌小国,反观我国外交部长吴钊谢水团与会,还应邀担任首位发言人, 也让台湾与中国在PIF上受到的待遇,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,中国并非PIF成员,只是18个对话伙伴之一,而当地基础建设多是台湾出资,但中国代表杜契文4日却企图抢发言,遭诺鲁总统阿卡制止,阿卡不满痛批,中国代表非常无礼,言误了领导人会议数分钟,那个人只是个官员, 可能是因为来自大国,就想霸凌其他与会国,这起插曲也引起外界不小关注,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此则宣称,诺鲁作为主办国,违背国际惯例和论坛规定,上演了一出拙劣的闹剧, 会议期间再次不顾国际会议惯例阻挠中方代表讲话,还说阿卡指中国是个欺负小国的大国的言论,单纯是纯粹的无理取闹,不同于中国代表强行发言遭到阿卡强力阻止,在PIF论坛的永续发展目标, SBG17,圆桌会议活动上,台湾外交部长吴钊谢则获邀担任首位发言贵宾,吴钊谢在会中说明我常年对太平洋岛国在农业,教育, 一位及基础建设上的贡献,还宣布设立总额200万美元的台湾中华民国,太平洋岛国论坛国家特别医疗基金,当作未来一年我医疗团队到论坛参与医疗服务的费用, 许多出席成员国听完此倡议后,都给予吴钊谢热烈的欢迎与掌声,由此可见,台湾和中国在PIF论坛上所受到的待遇, 助持成为非常强烈的对比